圣诞节眼看就要到了 做一个圣诞老人最爱的蛋糕卷 一起来感受一下甜蜜的圣诞气氛吧 蛋糕的口感很绵密 还带有浓郁的奶油香气 非常的好吃 这么可爱的圣诞老人蛋糕卷 现在不做更带何时呢 现在来看看材料 先来做圣诞老人的面糊 糖粉30克 低筋面粉30克 黄油30克 鸡蛋清30克 已经软化的黄油 可以很轻易的按压下去的 先把糖粉过筛 把黄油与糖粉混匀 就倒入蛋清 充分的搅拌均匀 拌匀后 筛入低筋面粉 搅拌至无干粉的状态就好了 我们还需要用到这样的彩绘图纸 圣诞老人的主要颜色有三种 白色红色和粉色 就把面糊分成三份 粉色20克 红色40克 剩下的就全部做白色的 我是用这种食用颜料的 这是白色 几滴就够了 然后这个红色 两滴 还有粉色 一滴 把所有的颜料拌匀 然后装入裱花袋 备用 现在开始涂抹了 圣诞老人的眼睛只需要一点点 我们用这个就好了 轻轻点一点就好了 不需要太多 红色的是嘴巴 再来是帽子 脸部应该是浅粉色的 我是放错颜色了 变成了棕色 然后是大胡子 先勾勒轮廓线 帽子上的球球 再把轮廓线里面填满 再点一些白色的小圆点 做好后就放入冰箱冷冻备用 现在来做蛋糕了 这种中耗的鸡蛋 4个 细砂糖 65克 牛奶 55克 低筋面粉 60克 里面还有玉米淀粉 5克 玉米油 50克 先把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离 记得蛋清的容器一定是无水无油 非常干净的 然后把牛奶和玉米油 搅拌至完全融合 成这样的乳化状态 加入蛋黄 拌匀 如果家里有这种香草精 可以加几滴 没有 不放也是可以的 搅拌后 分两次 塞入低筋面粉 搅拌至顺滑就可以了 因为圣诞老人蛋糕的底部是绿色的 所以这里要加几滴 叶绿色的食用色素 搅拌至颜色均匀就好了 现在来打发蛋清了 先加入几滴白醋 因为在酸性的环境下可以使打发的蛋清更稳定哦 用电动打蛋器高速打发 看到很多的大气泡就加入三分之一的细砂糖 然后转中速打发 直到泡沫变得细腻 就加入剩下二分之一的细砂糖 继续打发至蛋清变得蓬松细腻 就加入剩下的细砂糖 然后转低速继续打发至蛋白霜 出现这样油软的尖角状 就是中性发泡 取三分之一的蛋白霜与蛋糊混合 混合好了就倒回蛋白霜里面 用切拌和翻拌的手法搅拌均匀 从冰箱取出圣诞老人的面糊 用手指按一下 已经凝固就可以了 放入28x28方形烤盘里面 把拌好的蛋糊倒入烤盘中 用刮板把表面刮平整 轻震几下震出里面的气泡 就放入入热好的烤箱 325华氏度165摄氏度 烘烤25分钟 每家的烤箱都不一样 时间和温度仅供参考哦 时间到了 出炉 先在表面上盖一张油纸 把蛋糕反过来 脱模 哇 好漂亮的圣诞老人蛋糕哦 在表面上再盖上另一张油纸 静置放凉 现在来打发奶油霜 淡奶油150克 糖15克 用电动打蛋器打至10分发 就先放入冰箱冷藏 把放凉的蛋糕反过来 底部朝上 撕开油纸 把上下两头的边边切掉 把奶油霜均匀的涂抹在蛋糕的表面上 在蛋糕的三分之一处 多放一点奶油霜 卷的时候可以支撑起来 用一条擀面杖 放在油纸的底下 借着力道 就这样卷起来 卷好后放入冰箱冷藏定型 至少一个小时哦 从冰箱取出就可以享用啦 把两边不平整的地方切掉 蛋糕很绵软 配搭着香浓的奶油霜 真的令人无法拒绝 让我们一同分享这份甜蜜的圣诞喜悦 让这道特别的蛋糕圈 伴随着我们和家人一起度过这特别的时刻 好了 今天的圣诞老人蛋糕圈就分享到这里咯 感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